各位同学大家好,经过了紧张的学习,这门课终于迎来了尾声。 我相信学完这门课程,很多同学都拓展了自己的技术边界。 在这门课程里边,我们学会了怎么开发后端项目,怎么设计移动端的程序。 原来我们觉得自己的项目经验比较少,而且技术含金量比较低。 但是学完这门课程,我们发现做出来的东西如果用在面试里边,是足可以镇住面试官的。 我也知道很多同学学习完本课程还觉得意犹未尽,没关系,下面我来说一下本课程后续内容更新的事情。 大家也都注意到了,以貌似这个项目还有很多模块没有实现,这一点同学们不用担心。 既然我许诺给大家一个真正企业级的项目,我就会继续的把这门课和这个项目更新下去。 比如说开发简单的功能,我会写到手册上面,例如通讯录这个功能就比较简单, 那么可以直接服用我们之前写的后端的外部方法, 然后移动端套用会议成员页面的布局,这样这个页面就做出来了。 我们在为这个页面里边公司成员空件添加点击事件,那么用户点击之后, 那么一貌似小程序就会自动拨打电话了。 像这些功能比较简单的东西,我就直接在手册上面更新, 而且更新手册的速度要远远比这个视频更新的速度快, 所以我们后续的开发速度可是要逐渐加快的, 希望各位同学能跟上手册更新的节奏。 那么除了手册更新之外,像什么重要的模块,由于技术难度比较大, 所以我会采用视频更新的方式,来指导同学们如何写程序。 另外本课程的GIT项目内容也会随着手册和视频的更新同步更新代码, 同学们别忘了用GIT下载一下最新的课程代码。 除了这门课程,我在木克网上面上线了很多的时尚课, 有讲Docker的,有讲数据库集群的,还有讲面试的, 甚至说移动端支付的课程我也录制了。 如果大家对我的教学方式持肯定态度的话, 那么不妨你可以看一看我其他的时尚课, 我相信你在技术上的收获肯定跟这门课程是一样大的。 又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,情绪上有些伤感, 我在本课程的问答区和QR群里边, 认识了很多热爱学习的小伙伴, 我们每天积极的互动,我能感受到大家学习技术的热情。 但是没有办法,这门课程的大纲就规划了这么多的内容。 但是这门课程完结之后,本课程的更新计划, 以及新课程的录制计划都要展开, 我会继续的为大家带来更高质量的技术内容。 欢迎各位同学关注我的木克网讲师账号。 如果我的新课上线,你就能第一时间接收到消息通知了。 这里呢,我感谢各位同学在木克网上对我的十章课一路支持, 我会继续为大家制作高质量的课程内容, 来回报各位同学的支持和鼓励。 好了,我就说这么多吧, 咱们在新的十章课再见。 感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